那是个平凡不过的星期五早晨 十点时 莫里森警谈为自己倒了杯咖啡 拼着放满了信件的桌子 每一封字形都不同 他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把这些和他手上的嫌犯配对 幸好他需要的证据就只是信 他知道字形选择可能会揭露一个人的一切 包括最黑暗的秘密 嫌犯一 葛雷斯 他非常有艺术气息 而且有数种创作爱好 绘画 跳舞和写诗 大家喜欢他 因为他善良 乐于助人 他会照顾别人 但有时却忘了自己的需求 他的个性显然符合Papyrus字形 嫌犯二 詹姆士 詹姆士是个脚踏实地 认真工作的人 他做什么都想得到第一 而最大的恐惧是失败 他不只是忠诚的朋友 而且解决麻烦也很在行 在修车或清水管的时候 他不怕弄张双手 这样的人总是选择 Helvetica 嫌犯三 查理 他似乎很怪 因为他喜欢每件事都用读书一个的方式来做 他难得听别人的建议 可是阳光的个性也点燃他所到之处 没有什么能坏了他的永恒好心情 这人就是大而化之 当然Lucida Calligraphy是他的首选字型 嫌犯四 艾玛 他对风格的感知完美 朋友常常找他陪着去购物 但他不只喜欢美丽的衣服 从他喝东西的杯子到他开的车 每一样都是优雅精致 要是有人敢对他大小生 他有足够的自信把白眼翻给你看 毫无疑问 他的信是用Sanitary Gothic打的 嫌犯五 克里斯 最新的手机 最当季的衣服 歌单上的热门乐团 都是克里斯 因为他就是巢 他基本上知道所有世界上的大小事 因此 他手机最常用的是新闻应用软体 Gitura跟他很搭 嫌犯六 吉姆 吉姆能同时玩脑又认真 而且具有把不能相容的事物结合起来的天分 这家伙可以白天穿时髦西装 晚上穿亮片装 他肯定很会平衡自己的重心 并知道如何负责的找乐子 对 他的心一定是用Rockwell自行打的 嫌犯七 法兰克 法兰克喜欢指挥别人 因为他肯定比较懂 这就是其他人觉得他专恨的原因 身边有人的时候 他就会尽其所能地成为焦点 但法兰克绝对不会做任何有趣的事 他太重要了 不能表现得像个小丑 他的朋友常常询问这位 务实又有才智的人的建议 无疑的 他是Impact类的 嫌犯八 米娅 他最看重的事情是稳定 搬到另一个房子 破贩工作 会让他觉得困惑和迷惘 米娅善用金钱 预算是他最拿手的 别人的意见对他很重要 有一次跟肩的时候 莫里森警探听到米娅的朋友跟米娅说 不喜欢他的新衣服 在那之后 米娅就不再穿了 显然是个Franklin Gothic类型 这个案子几乎解案了 但你也许已经意识到 自己在这些类型里 请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好 警探继续吧 嫌犯九 约翰 假日与家人晚餐 星期日与朋友早午餐 冬天到山里旅行 约翰喜欢传统 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执行 每天学点新东西 是这位书虫的最大爱好 他是那种永远沉着 并在任何环境中都有自信的人 肯定是 Times New Roman 嫌犯十 柔衣 要是有两个人在附近地狱 他却信人家在讲他 他的不安全感 让他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很紧绷 因为他害怕失败 所以什么任务都要拖到最后一分钟 柔衣绝不冒险或随性行动 失去了很多朋友间的有趣时刻 他肯定用 Ariel自行 嫌犯十一 卢卡斯 哦 卢卡斯太聪明了 好像从黑洞里的事情 到你的耳朵为什么会在起降的时候痛 他都知道 他手头上要是有任务 一定毫不质疑地马上进行 他的老板非常敬重并信任他 所以上个月帮卢卡斯升迁 对 他就是个 Garimond人 嫌犯十二 玛丽 玛丽难以舍弃旧东西 他留着每个纪念品和收到的所有明信片 他有台老牌的打字机 只因他没特别喜欢数位电子设备 在朋友间 他总是安静的那一位 而且不太喜欢注意力 玛丽花了很多时间独处 而且常常跳过社交活动 这让独来独往的人喜爱 Berdana 嫌犯十三 艾丽丝 艾丽丝是经典的幻想家 她的脑子多数时间都在云端里 现实对她似乎很无聊 她可以在马路中间轻易地唱起歌来 艾丽丝没有很多闺蜜 因为她敏感的个性 很难对人敞开心扉 嗯 肯定是个 Currier 嫌犯十四 劳伯 劳伯总是在夸耀 用尽一切 力求其他人钦佩 她的外表 衣服成就 但多数人并不欣赏她耍酷的行为 要是有人对不起她 他们最好尽快道歉 否则 劳伯可能会编造 baby的笑话来报仇 我会说是 Curls 嫌犯十五 苏西 这女孩喜欢交新朋友 以她轻松用随后的个性 这并不难 她很有幽默感 没有人比她更会讲有趣的故事 苏西非常有冒险心 但她难得会去思考 自己异想天开行为的后果 她的性格呼喊着 comic sense 莫里森警探 错了一口咖啡 满意的微笑 结案 嘿 各位国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这部影片按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些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精彩影片 只要点选左边或是右边即可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